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金猫帮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所以这次一不去 一去就去到Viscarton 在这里吃一个三层架港女打卡的TZ 升降机的发明真的好 不用一分钟就已经上到103楼这里 如果要你走上来的话 走到你脚壁都未来到 这一间就是马金猫那么要吃的那间餐厅 这一间就是Viscarton的Cafe103 这一间店 没景价 马金猫知道的 虽然现在大家已经大把钱了 但这一餐究竟要给多少钱呢 其实都很重要的嘛 一起看看价钱先啦 那那那这个就是官网的价钱 如果你星期六日来到的话呢 价钱两位用连加一就是781.2 那如果买买呢 一样是星期六的话 两位用781元便宜了2毫子 那那那你印象中Viscarton 可以打卡吃三层架的餐厅 是不是这样的呢 拿着那三层架就可以在海边那里拍照 里面还有这些一绿绿的巨型吊灯 没错啊 Viscarton里面的确是有这一间的餐厅 不过这一间是大堂酒廊 不是刚才那间Cafe103 如果在这一边吃的TZ 同样地在星期六日的话 价钱差不多了 820多元 相差大约40元左右 那究竟这一间只是便宜40元的Cafe103 它的景观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起看看网民说什么 明显到103楼啊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看风景的啦 告诉你啊 很多位其实都是看不到风景的 没见 说一下环境啊 不要以为好像Cafe100那样 全部都是窗边位啊 除了餐厅两边看到景之外 其他位置只是看100楼的角楼而已 而中间的话 外景的夜景都是远观 你见到呢 我仍觉得环境和想象中很有力差的啊 没有意识的地方呢 好像走空间出来那样的啊 和隔壁的座位很近和测的啊 哼 远景观的 一点都看不到居高临下的感觉 试完呢 你就会明白我说什么的啦 入了都只有五成 都明白的 虽然是203楼啦 但实际上没什么感觉的 整间空间很小 暗咸茶多点啦 好啦 跟着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这么多人说这家Cafe103 景观一样的话 究竟是什么景观呢 这边的楼底呢 又真是挺矮的 如果你站在这里的话 伸个手跳一跳 应该就碰到个天花板的啦 望出去呢 直望就会有一些的屏风 应该就不会那么坏 特意弄一些屏风 在那阻拯不让你看景的 应该呢 都是一些装饰而已 有人说 这里好像是一个角楼那样啊 如果这么说的话呢 其实又没错的 因为这里呢 望到下面 就会有另一间的餐厅 好啦好啦 那如果我们真的坐在自己的位置那里呢 望出去的景 究竟会是怎样呢 现在就给大家 用第一身的视觉去感受一下 啦啦啦 如果你真的要居高临下的感觉 有一些呢 那些什么大地在我脚下 那些feel的话呢 其实这里就没有的 这里望下去呢 就是楼下那层的餐厅 楼下这间的意大利餐厅 的景观真是很不同啦 下面呢 整排都是落地玻璃 一望出去呢 就是维多利亚港了 我们坐在这里 偷望都能看到一点点的 所以呢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啊 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很好的景观 吃这一角的三层架的话呢 记住订阅大堂走廊那边 千万不要订阅这一间咖啡203啊 啦啦啦 如果你要一些东西 和维港景一起拍照的话呢 就用这一个角度啦 没有风景看也有个好处的 就是专心点吃东西 和看着你前面的那个人 今天呢 那个TZ就是这样的 加上呢 就有九个东西 和两个松饼 如果没有买好Q帮就订阅上来 两个人 星期六日的价钱呢 就868元再加一 应该 没人用这个价钱吃的吧 那个狗狗饼加两个松饼呢 其实就固定了 没得选的了 有得选的东西呢 就反转个餐牌 后面选这些茶 那 跟着呢 就有个马家猫的秘技 要和大家分享啦 如果啊 你喝什么茶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味道都没什么分别的话呢 那你呢 就可以一个人叫茶 另一个人呢 就叫黑色那些啊 那些呢 咖啡啊 朱古力 等一滴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道的茶呢 其实都是一壶壶的 你一壶茶喝完之后呢 他就会走过你 和你再加水 加回满个茶壶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一壶茶的话呢 其实 都是可以两份分 那另一个人呢 其实 就多了一杯朱古力可以喝了 喂 马家猫 你好像介留了一点点东西 如果这样叫的话 茶壶来 跟一个杯的话 第二个 哪一杯喝啊 啊 黑银行拿到的杯 其实 都得吧 虽然就饶残了一点点 不过 这里 五身酒店来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先来了两个充饥的良悶 一个完美的松饼 另一个 就是南梅的松饼 切成马家猫呢 二话不说 就将这个的松饼 切开它啦 松饼就有两种酱的 一个是牛油 一个是士多利酱的东西 好多的 查不完的 最后呢 舔了它 这里话说都是五星级的酒店 所以服务呢 都挺细緻的 几年前 马金猫曾经讨过的大堂酒廊 吃过这个三层架T-set 结果这次马金猫再打电话去呢 他已经一你起电话的时候 就知道马金猫叫做马金猫了 送你一个三层架来的时候呢 他都会逐渐逐渐跟你说 里面究竟是什么来的 虽然呢 说完的时候 你都忘记了了 没有风景看 只望着对面的人 会闷的嘛 所以马金猫呢 就看下楼下那间意大利餐厅了 原来这里啊 哇 会烫桌布的 你看下 烫到桌布 还值得马金猫的猫毛啊 很多人吃这些的三层架 都会想 究竟那些东西 是不是有次序去吃的呢 由上至下 由下至上 由中间那层打环去吃 这里拿来的时候 都会跟你说 上面那几块呢 就咸咸的 由上面那几块 开始吃先啦 上面那几块咸的东西 其实都没什么惊喜 没什么特别的了 就好像你一九三文字那样 它的名字就挺特别的 火鸡的三文字 吃下去呢 其实跟家里买的那些都差不多 就这样看这一块 其实十个人 应该有十个都猜 是忌廉筒的嘛 错啦 忌廉筒那些 古老坏的东西 这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 刚才那一块 里面包着那些 不是忌廉 是蟹肉 真的要说特别一点 就是这一块的马卡龙 里面包着那些 其实不是甜的东西 是烟沙文鱼沙律 里面的东西就咸咸的 外面的东西就甜甜的 就是你那样 真的眨几十眼 最顶那层 那些东西就已经吃完了 中间那层 这几个东西就别致少少 有一个 好像手袋型那样的蛋糕 马卡龙曾经 都很努力地尝试过一样东西 就是对上餐牌里面的蛋糕的名字 对上哪一块蛋糕是哪一块 但看完呢 其实都分不出来 那算了 所以看到什么就继续说什么 这一块东西有个红色的头 切开中间之后 里面又有些红色的流心像 喂 这个名牌品牌 设计出来的手袋 那么噁心 黑色一块东西 不灵心楼看上去的那个维港景 这一餐的T-set 就是跟这个L字头的品牌 联成合作的 所以吃吃下 就会有人 送这一张800元QPON给你 马卡龙第一时间想的那样东西 当然不是带痴性马卡龙去买袋 第二时间当然是上carousel 那里 看看这一张东西 能够买多少钱 咦 包有800元现金券两张 才卖30元 不是吧 下面这一个人 一张800元的现金券 卖300元 喂 你吃狠你呀你真是 这一餐的进食时间 就是下午的3.3 去到5.3 进食时间两个钟 眨黑眼 就吃到最底的层了 这一块东西 就白白地色 红红地色 那样的 他一样见到这一块东西 就会觉得 它是一个仇徒 切开之后 原来里面 又是有点流心 那样的 藍色这一块东西 就难切些 要切开两个护翼 没了护翼之后 才可以 在中间一刀切下去 里面又好像有点 朱古力那样的东西 马卡龙拍这些三层架的T-set 足够足够 切开别人 哎呀 切得这么不错呢 真是YouTube界里面 应该首创了 超级大只的马卡龙 很快就把这一个 三层架 和两个的松饼 吃到肚子了 幸好这里的茶 是喝喝的 不停叫他喝茶 不停喝茶 这一家的Vist Carton 就在原坊上面 但在原坊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餐厅 吃这些三层架的 这一家 你猜多少钱 现在一起开股 哇 这个三层架 看上去好像多一点 有十一二九 看清楚 价钱 五百九十八块 两个人 算起来就要六百多块 这样算 Vist Carton吃茶 好像肉贴一些 这一餐吃到这里 又少少饱了 记住 如果你真的要带人来吃茶 打卡的话 千万不要选这家Cafe 103 去那边 大堂走廊那边 要不然 上到来 没得打卡 立即和你分手 记得like这条片 和share给你要压女孩的朋友 我们下条片要再见 拜拜